你们不懂,我在参与救国大事,这不是骗人的,在浙江省的一个偏远山村里,有这样一位老人,表面上,他是一个生活贫困,衣衫蓝绿的老农,而在暗地里,他却参与了一场庞大的诈骗网络,银行账户里的资金流水令人咫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在深山老林里运作如此巨额的资金? 这背后真正的罪魁祸首又到底是何等人物?揭秘案件,动线真相,每一案都是社会的缩影,欢迎小七七文管,案件背景,2015年的一天,浙江省公安厅的金融犯罪调查科收到了一份异常报告,一个普通的银行账户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个账户的资金流水高达上千万元,远远超过了普通个人账户的正常水平,更让人疑惑的是, 这个账户的开户地址竟然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村,负责这个案子的刘警官心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在警队工作多年,见过不少形形色色的经济犯罪案件,但眼下这个情况却让他感到格外棘手,带着一问刘警官率领调查小组踏上了前往那个山村的路程,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个看起来与是隔绝的小山村。 村口的石碑上长满了青苔,隐约可以看出福山村三个字,村子里的房屋大多是土砖结构,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了,街道上空荡荡的,只有几只鸡在悠闲的觅食,这里的一切都透露着贫穷和落后, 与那个拥有巨额资金流水的银行账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警官向村长打听了一下情况,很快就锁定了目标,一位名叫和老伯的八十岁老人,让人意外的是,这位老人的生活状况竟然是全村最糟糕的,和老伯住在村子最偏僻的角落, 他的房子是一间摇摇欲坠的茅草屋,屋顶的茅草早已破烂不堪,墙壁上布满了裂缝,稍有风雨就会漏水,当调查小组来到和老伯家门口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大吃一惊,一位受过临寻的老人正蹲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破碗,里面装着一些剩饭剩菜,老人的衣服破旧不堪,打着无数补丁,脚上穿着一双烂掉的布鞋, 这就是那个银行账户的主人,刘警官和同事们面面相去,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为了不打草惊蛇,刘警官决定先在村里暗中调查,他们以游客的身份在村里住了下来,开始走访村民,了解和老伯的情况,通过与村民的交谈,调查小组逐渐拼凑出了和老伯的生平,和老伯是村里的土生土长,一辈子都在这里务农,他没有成家,也没有子女, 晚年生活相当困难,村里人都说和老伯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但就是有点不着调,总喜欢吹牛说自己很有钱,刘警官觉得事情越来越蹊跷了, 他决定再深入调查一下和老伯的日常生活,调查小组发现和老伯的,却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 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到村子周围的山上解些柴火,然后他会在村里转悠,看看有没有人家扔掉的剩饭剩菜,中午和晚上,他就靠这些东西果腹,有时候,好心的村民会给他一些食物,这对和老伯来说就是难得的美味了, 更让人不解的是,和老伯似乎从不花钱,村里的小卖部老板说,和老伯已经很多年没有来买过东西了, 即使是最便宜的火柴,和老伯也舍不得买,而是选择用原始的方法钻木取火,调查过程, 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贫困潦倒的老人,却时常做出一些让村民们摸不着头脑的事情, 村里的王大娘告诉调查组,有好几次,他看到和老伯一个人坐在村口的大树下, 自言自语地说着要给全村人发钱,要让村里人都过上好日子, 起初,大家还以为和老伯是在说胡话,但他反复这样说,而且越说越悬乎, 甚至开始提到一些具体的数字,比如要给每家每户发放十万元,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和老伯偶尔会向村民们借钱, 他总是说自己有一笔很大的财富即将到手,借钱只是暂时的,很快就能海上, 有些村民出于同情借给了他,但大多数人都把这当成是老人家的痴人说梦, 并没有当真,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和老伯的吹牛行为似乎并非全无根据, 一些细心的村民回忆起,近几年来,时常有一些陌生人来村里找和老伯, 这些人看起来衣着光鲜,说话举止也不像是本地人, 他们来的时候总是行色匆匆, 与何老伯私下交谈一番后就离开了, 在收集了大量的背景信息后, 刘警官决定直接与何老伯面对面交谈, 在警局的询问室里, 这位看起来瘦弱的老人却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镇定, 当被问到那个资金流水巨大的银行账户时, 和老伯并没有否认, 而是坦然承认那确实是他的账户, 而和老伯低解时却让在场的警官们大跌眼镜, 他声称, 这些钱都是用一项国家寻宝大业的资金, 和老伯的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 仿佛在诉说一个伟大的秘密, 他说自己多年来一直在为国家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目的是寻找被隐藏的国家宝藏,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 和老伯甚至主动从随身携带的布袋里拿出了一叠汇款单, 这些汇款单上记录的金额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汇款人来自全国各地和老伯解释说, 这些都是支持他寻宝大业的人, 他们相信通过这项事业, 可以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 更让人惊讶的是, 和老伯声称自己不仅仅是在接受他人的资助, 还投入了大量自筹资金, 他说自己多年来省吃俭用, 甚至通过各种渠道借贷, 就是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这项伟业中, 他认为, 只有让人觉得自己一贫如洗, 才能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和觊觎, 在和老伯的描述中, 他似乎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为国家利益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而当调查人员追问这项寻宝大业的具体细节时, 和老伯的态度却变得谨慎起来, 他表示, 这是一项高度机密的任务, 涉及到国家安全, 因此很多细节都不能随意透露, 不过在反复询问下, 和老伯还是透露了一些信息, 他提到了一个名为梅花协会的组织, 据和老伯所说, 这个协会有着悠久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 他声称自己的父亲就是协会的成员, 而他则是子称父业, 从小就被培养成为协会的一员, 在和老伯的描述中, 梅花协会俨然是一个神秘而强大的组织, 肩负着为国家寻找失落宝藏的重任, 和老伯自豪地表示, 经过多年的努力, 他已经成为了协会的高级会员, 正是因为这个身份, 他才被委以重任, 负责管理如此巨额的资金, 他描述了协会的严密组织结构, 声称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代号和专门的任务, 而且整个组织的运作都处于绝对保密的状态, 当被问及寻找的具体是什么宝藏时, 和老伯的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他神秘兮兮地说, 他们寻找的是国民党在撤退时留下的大量金银财宝, 据他所说, 在国民党仓皇撤离大陆时, 由于时间紧迫, 不得不将大量的金银珠宝藏在了内地的某些秘密地点, 为了日后能够重新找到这些宝藏, 国民党的高层还特意绘制了一张详细的藏宝图, 和老伯声称, 他的父亲就是当年负责保管这张藏宝图的关键人物之一, 在临终前, 他的父亲将这个重要的使命传给了他, 现在作为梅花协会的高级成员, 和老伯的任务就是组织和协调寻宝行动, 而那个资金流水巨大的银行账户, 就是用来支持这项行动的专用资金, 他的故事里充满了矛盾和漏洞, 而那个巨额资金流水的银行账户仍然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逐渐意识到, 他们可能卷入了一个远比想象中更加复杂和庞大的案件中, 案件真相, 随着调查的深入, 案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庞大骗局, 何老伯的寻宝大业和梅花协会的真实面目, 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展现出一个精心策划, 危害巨大的诈骗组织, 警方决定对梅花协会展开全面调查, 他们首先追查了何老伯提供的那些汇款单, 通过仔细核实, 调查人员发现, 这些汇款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人, 进一步调查显示, 这些老人大多是退休工人、农民,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年纪较大, 生活简朴, 而且大多具有一定的积蓄, 调查人员随机联系了几位汇款人, 了解他们汇款的原因, 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老人的说法竟然与和老伯如出一辙, 他们都声称自己是在支持一项国家秘密任务, 目的是寻找被隐藏的国家宝藏, 这些老人坚信, 一旦找到宝藏, 他们不仅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还能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 这一发现让调查人员意识到, 他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规模庞大, 组织严密的诈骗集团, 为了进一步查清真相, 警方开始追查梅花协会的其他成员和活动痕迹, 而他们很快就发现, 除了和老伯提供的那些模糊不清的信息外, 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所谓协会的实质性证据,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 一个意外的突破口出现了, 广西警方联系了这一项的调查组, 称他们最近破获了一期针对老年人的特大诈骗案, 而案件中出现了一些信息与梅花协会高度吻合, 根据广西警方提供的线索, 调查人员很快锁定了位于广西百色市的一栋大楼, 这栋看似普通的办公楼, 实际上是梅花协会的总部所在地,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调查组对这栋大楼展开了突击搜查, 搜查结果令所有人震惊, 在大楼的多个办公室里, 警方发现了大量的诈骗工具和证据, 有专门用来制作假文件的高级打印设备, 有用来伪造官方印章的工具, 还有大量伪造的国家机密文件和古代藏宝图,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 警方还发现了详细记录诈骗对象信息的数据库, 其中包含了全国各地数千名老年人的个人信息和财产状况, 随着大量证据的浮现, 梅花协会的真实面目终于显露无遗, 这哪里是什么寻找国家宝藏的秘密组织, 分明就是一个精心设计, 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大型诈骗集团, 他们利用老年人对国家的忠诚感和对财富的渴望, 编造出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 诱骗老人们将毕生积蓄交给他们, 在审讯中被抓获的诈骗团伙成员交代了整个骗局的运作模式, 他们会先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老年人的信息, 然后派出训练有素的骗子与这些老人接触, 这些骗子会假装是政府秘密机构的工作人员, 用为国寻宝的故事来打动老人, 一旦老人上钩, 他们就会要求老人投入资金, 支持寻宝行动, 并承诺将来会寄予丰厚的回报, 为了增加可信度, 诈骗团伙甚至在广西的一处山洞里设置了一个假的藏宝洞, 他们会带一些重要的投资者来到这个山洞, 让他们亲眼看到金光闪闪的宝藏, 实际上这些不过是一些镀金的道具而已, 这一手段极大的增强了老人们的信心, 使他们更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 然而, 案件调查中最令人震惊的发现还在后面, 当警方顺藤摸瓜试图找出这个诈骗集团的幕后主使时, 所有的线索竟然都指向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人物和老伯, 起初警方已为何老伯只是诈骗集团的一个普通成员, 或者最多是一个地区的负责人,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这个看似衰老, 贫困的农村老人, 实际上才是整个诈骗集团的真正头目, 在和老伯家中的秘密搜查中, 警方发现了大量隐藏的文件和电子设备, 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诈骗集团的组织结构, 资金流向, 以及未来的发展计划, 警方还在和老伯的床下发现了一个保险箱, 里面存放着数百万现金和大量金条, 更让人惊讶的是, 和老伯在村里的那间破旧茅草屋, 竟然只是一个幌子, 警方顺着线索, 在县城找到了和老伯的另一处住所, 一栋豪华的别墅, 随着这些证据的出现, 和老伯终于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供认不悔, 他承认自己就是梅花协会的创始人和最高负责人, 多年来, 他一直在幕后操纵着这个庞大的诈骗网络, 而他在村里的那副贫困潦倒的样子, 不过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伪装而已, 起初他只是在本村和周边地区小规模地进行诈骗,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胆子越来越大, 诈骗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为了让自己的身份不被怀疑, 和老伯刻意在村里保持着贫困的生活方式, 他说正是这种伪装, 使他能够多年来逍遥法外, 甚至成为了村里的低保护, 法院最终做出了严厉的判决, 和老伯因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其他主要成员也分别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最终这个庞大的诈骗网络被彻底摧毁, 数千名受骗老人的部分损失得到了挽回, 这起案件给人们留下的教训却是深刻而长远的, 他不仅揭示了犯罪分子的狡猾和无良, 也折射出了我们社会在老年人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 这个案件成为了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和社会意识提高的一个重要契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